師奶廚房,今天煮麥湯 臨下心紅棗煮烏雞 轉眼年就過半了 剛好勞動節,大家就要好好休息一下 除了放假緩解一下皮蕾的身體 也要適當地給自己滋補一下 今天我們就煮一道臨下心烏雞湯 恢復一下蒸氣神 食材有 臨下心一條 去核的紅棗一粒 究竟3克 估計200克 臨下心是僅次於野生心的一種人心 它除了前期人為播種之外 後期的生長條件都跟野生心一樣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怕天了 我們食物不能太補 所以我們今天不用連份長的人心 選8年左右的長白心臨下心就可以了 臨下心含有豐富的人心組金 人心多糖、揮發油等藥核成分 其中它的人心組金 具研究是有一定抗腫瘤功效的 同時還可以提升我們的記憶力 減輕疲勞、抗氧化 而人心多糖、揮發油 就有一定的免疫調節作用 可以防止我們的血栓形成 可謂好處多多 做法 藥材浸洗 烏雞提前出水、去皮 將所有食材放入鍋裡 加水 吸上蓋燉60分鐘 最後加些鹽調味 當然啦 凡事都有雙面性 人心雖然好 但也不能過量或頻繁地食用 也不能執著於連份的長久 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日常滋補的話 建議隔一段時間 少量服用就可以了 今天的靚湯推介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道湯 就多點點讚和轉發啦